台南市議會民進黨團有將近十位這個議員 今天早上調開到重整旗鼓中心出貨的記者會 占對到政府議長的選舉延伸這範圍 希望外界不能夠有過多的政筆連勝和裁判也好有減逢 趕緊針成正因效果向台南市清晰的政筆環境 這個司法的選舉問題我想大家有不算有很多的揣測 我們也希望說藉這個記者會來呼籲大家一起盡待司法的結果 民進黨團是表示民進黨在議會這次出處有一次過半期間就不需要來買票 在中聯署用議長選舉的規定操縱到幕後和政理手段開始看得不少 我們要更加強調一點就是目前在台北市議會這邊面臨大家我比較關心的議題 其實回歸到政筆清源我們的黨員是實質過半 我們的所有黨籍的還有加上有軍我們是實質過半的 如果沒有前面的一些紛爭的話基本上後面這一些分量都不應該出現 那當然就是清浪員我們要正黨籍我們希望我們的黨籍能夠堅強能夠符合我們選擇的期待 那我相信以大陸將許多的黨員或者是民進黨支持的都會給他新的很多的建議 那關於說我們的黨 黨性能夠落實的狀況 那我們當然就是最後就希望說我們會有一個真正的黨內的感覺 議由管調民進黨中央來提前調開的連進會民進黨團表述說 黨中央跟連進會應該尊重黨團的民主庭署 也尊重思法檢調和統和調查 票邊在蘇花計劃又讓大家有另外操作空間 國民黨他們本身對說 感謝民進黨提供機會給他們 但我們想要做的是民進黨用更高的標準要求我們自己黨內同源的時候 國民黨應該要比照辦理 因為國民黨才是有最多其他明確違法事實的政黨 如果國民黨要在這個時候見縫插針或喜出望外的時候 我認為國民黨應該要負起責任做出更多的回應才對 給民進黨團也好有說 這次只要來團結 這次中政調既國中心出發的民進黨 中心贏民眾對民進黨的信心 那些新聞帶一聲 議會 蔡芳博德 - 蔡芳博議員 - 蔡芳博議員